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三问 三问三答 第三个问题 或曰 有的人又说了 养子之不求文与人而文之 不求用而均用之 不得已而起 手去道不便 何止过深夜 何止过深夜 这段话的意思呢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那个过呢 是指的这里边就一个 何止过呢是责备 责备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有人说呀 阳城啊不求出名 却被人们知道了 然后不求君主任用了 却被君主任用了 不得已才出来了 然后坚持不改变他的作风 你为什么责备他 还责备的这么厉害呢 因为韩玉一直在责备他 三答 韩玉约 玉约 说什么呢 自古圣人贤事 皆非有求于文用也 自古的圣人贤事 都不是追求文明重用的 都不是为了出名 然后求的重用 敏其时之不平 人之不义 得其道 不敢独善其身 而必以兼济天下 这是讲到啊 这些圣人呢 都是为了哀恋啊 悲悯啊 这个世道的不太平 还有人民的不安定 他懂得了圣人的道德学说 然后不敢只搞好自己的修养 一定要同时使天下人得到好处 这里边有一个义 这个字念义 他没有这一点 这个义的意思是治理安定 就是天下没有治理安定啊 这句话来讲 韩玉认为 古代的圣贤 圣人贤事 都是要干什么呢 要兼济天下的 滋滋哭哭 死而后已 滋滋哭哭呢 就是勤勤恳恳的意思 勤勤恳恳 然后致死方休 故与过家门 而不入 孔习不遐暖 而莫突不得情 这两句话里边有典故啊 那个大隋说 下雨啊 经过家门 却不进去 就是三过家门 而不入啊 这是讲的大雨的事情 孔子的坐习 没有坐暖和 然后他就走 站起来走了 莫子的烟囱呢 都没有被烟呢 熏黑过啊 在后边这两个 孔习不遐暖 莫突不得钱 这两句话呢 那个典故呢 出资班固的 班固曾经写过的 这个叫做 达宾夕 什么意思呢 孔子啊 因为他存心济世 周游列国 到哪里他都不久住啊 然后呢 席子没有坐暖 他就走了 证明他很勤奋地宣承自己的学说 然后达记天下啊 那么莫子呢 莫子呢 这个秃呢 指的是烟囱啊 就是莫子为了宣传 他的主张呢 也是到处奔草 很少在家里 所以他家的烟囱呢 很少冒烟 所以就没有熏烟 就没有熏黑 当然这两章都是夸张的说法 这个浅呢 本是黑色的意思 就烟囱都没有变黑 就是不经常在家做饭啊 所以这里边引用了三个典故 比二圣一贤者 其不知自安意之为乐哉 难道这些圣人 这两个圣人 一个贤人 难道就不知道 享受个人的安逸和快乐吗 安逸和快乐吗 成为天命而悲人群 实在是畏惧天命 而又同情人民的疾苦啊 赴天寿人以贤胜才能 其实自有余而已 那么上天把圣贤之才能传授给你 难道只是让你自己 自己过得安逸就算了吗 成欲已补其不足者也 确实还要补充别人的不够了 就是说上天给了你这么大的能耐 是让你帮助别人的 不是光为了自己的 耳目之于深意 耳思闻 耳目思见 那么呢 耳目呢 在身上的用处 耳呢 主要是用来听 眼睛呢 主要是用来看 听其是非 诗其显异 然后身得安焉 那么 然后呢 耳朵听出了是非 然后看出了安危 眼睛看出了安危 然后身子才可以得到安全 可以得到安全 那么圣贤者 识人之耳目也 那么圣贤是什么 就是识人的眼睛和耳朵 识人者 识贤之身也 识人呢 是圣贤的什么呀 身子 且杨子之不贤 则将亦于贤 亦奉其上矣 假如杨成子不是个贤者 假如杨成不是个贤者 那他就应该被贤者去议使 然后去奉侍这个国君 若果贤 如果说他是真正的贤者 则顾为天命而闽人穷也 勿得以自辖亦乎灾 如果他真正的贤者 他就一定会害怕天命 并且同情人民的疾苦 并且同情人民的疾苦 然后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清闲 安逸呢 这是讲到 就是他认为杨成不应该只顾自己 应该怎么样 作为一个贤者 应该是奸计天下的 应该是奸计天下才对 应该是奸计天下才对 其实这个整个就是他的一些想法 再接着看第四问 有人想四问了 霍曰 霍曰 五文君子不欲家诸人 而物皆以为之 这个音是皆 公皆的意思 截是什么意思 截就是攻击人家的短处 或者揭发人家不好的地方 叫截 以为职者 若无子之论 职则止以 无奈商于德 而废于词乎 有人说 我听说君子不肯把罪名 加到别人的身上 厌恶攻击别人的短处 来博得正直的名声 恶 这个是厌恶的意思 厌恶攻击别人 来获得名声 然后按照你的论点 职帅 都还职帅 但是未免太伤德行 而且又浪费言辞了 就是你说的 说的太狠了 还是啊 好 禁言已招人过 国无子之所以 见杀于其也 无子其文乎 这话的意思说 喜欢毫无保留的 把话都讲出来 然后招致了别人的责备和怨恨 那么国无子 在齐国被杀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大概也听说了吧 好 这里边讲到一个人 叫国无子 国无子这个人 国无子这个人呢 他是春秋时代 齐国的一个 齐国的国佐 国佐 也就是一个 齐国的大臣 那么他就是 好禁言 就说什么话呢 就说的特别的 这个 特别的 就是把该说的话 全部说出来 毫无保留 那么曾经那个 丹相公见他的时候 就劝他说 立于隐乱之国 而好禁言 已招人过 怨之本也 就是说你把什么话都说呢 这个对你自己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那么到鲁成公 十八年的时候 齐庆克和齐林公的母亲 生孟子呢 通奸 那么国无子呢 就 就这个 责问他 就是这个 齐庆克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生孟子 两个人通奸 那么国无子呢 就批评他 说你 你这样做不对 那么 齐庆克呢 就把这个事情 告诉了生孟子 而生孟子呢 是林公的 是林公的母亲 然后林公呢 在母亲的劝说下 就把国无子给杀了 国无子给杀了 所以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主要出现在 国语当中 那么 第四答 你看看这个 韩玉是怎么回答的 玉 玉 我说 说什么呢 君子居其位 则思 死其官 君子在他的官位上 便准备什么呀 随时训职 位得位 则思修其词 以名其道 不能得到官位的时候呢 便打算修士文词 来禅明什么呀 圣贤之道 我将以名道也 非以为职 而加人也 我要做的是 禅明圣贤的道理 并不是自认为正确的东西 来强加于人 这句话翻译成 今天的语言来讲 就是说 我只对事 不对人 我讲这个只是个道理 不是说专门说这个 说阳城的啊 且国无子 不能得善人 而好禅言 而好禅言与乱国 是以剑杀 那么国无子呢 没有碰上好人 却在纷乱的国家里边 说毫无保留的话 所以被杀了 然后撰约 撰约 撰约呢 说什么呢 为善人能受禁言 为我欺文而能改之言 只有好人才能好 接受毫无保留的话 这是说呢 他听了就能够改正 子告我曰 杨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 然后呢 你告诉我说 杨城可以算是个有道之士 今虽不能及已 就是说 他虽然还达不到 杨子将不得为善人忽哉 难道杨城不能够算一个好人吗 意思说 杨城呢 虽然算不上有道之士 但是至少他还算是个好人吧 就是听到这些东西之后 他会改的 会改的 所以这篇文章 《征程论》呢 写的非常的长啊 非常长 他当时是从当时的政治出发 然后那个评论的人是真人 事也是真事 这个历史上也是有这个杨城这个人的啊 真人真事 杨城呢 这个是定州北平人 就今天的北京人 他重近事以后 一直在隐居在山中 进山中 然后唐德宗呢 就把他分为建议大夫 但是开头几年呢 每天在家里跟他两个弟弟喝酒 从来都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所以韩玉写这篇文章呢 其实不是批评他 而是要促进他 而是要促进他 那么后来呢 这篇文章呢 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呢 这篇文章确实是被杨城看到了 而且在此后的三年里 他改变了自己的作风 然后抨击奸臣啊 抨击奸臣 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效果 也就是说他这篇文章呢 把一个人确实激励起来了啊 激励起来了 而且我们看后来 这个这个杨城呢 然后然后抨击很多这个奸臣 然后这个比如说德宗 唐德宗还打算让那个裴炎灵当宰相的时候呢 这个杨城就坚决反对 然后致使呢唐德宗最后改变了主意啊 但是呢因此获罪被贬了 被贬到盗州刺史啊 被贬到盗州刺史 在盗州上任的时候呢 因为反对那个一些催逼赴税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呢 最后放弃官职离去了 大致在唐德宗末年的时候 然后这个杨城去世了 杨城去世了 所以这篇文章是一个是一个起到了实际社会作用的一个一篇文章啊 它不是在积风这个杨城 而是一直在用用比较合适的语气 然后来促进它啊 这是韩语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好这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这篇呢